这一个了吗?有看到吗? 有看到这一个了?第一章 我们今晚上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探索潜意识的奥秘 那么你们在这之前呢,可能也听说过 常常听到潜意识,潜意识,潜意识 今天呢,我们就认认真真的,很有趣的放松心情 一起来去认识什么是潜意识 首先呢,我需要大家配合帮我做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呢?所有的人现在你把心情给放松 那么呢,下来跟着我的步骤,我要做三次的深呼吸 好不好?所有人呢,放松心情 所有的人呢,放松心情 那么,所有的人呢,放松心情 把你的心情给放松 那么,下来呢,你做三次的深呼吸 深呼吸,然后慢慢的体系 OK,三次 我们一起来好不好?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有没有感觉肩膀跟头脑好像比较松了 那么你也要感觉到全身都松 从脚趾开始到脚呢,到手掌呢,全身都要感觉放松 那么呢,当你放松之后,今晚上你的身体呢 它就更加的能够共鸣 能够更加容易的跟我们大家一起共诊 今晚上的讯息呢,就能源源不断的 被身体去接收 那么每当我提到一些,讲到一些好的观点的时候呢 你觉得你开窍,觉得对你有帮助的时候啊 你在留言区把两个字啊,叫做收到 很重要,今天晚上的通关密码叫做收到 对不对?你的ATM的密码是什么?我不知道 可是今天晚上的ATM密码通关密码是两个字,叫收到 你不用写明白,你不用写什么 每当你认同的话,对不对?你就打收到 当你认同,你就打收到 当你认同,你就打收到 不管是好的,不好的都没有关系 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晚上啊,我们是来去了解整个过程 不管你现在或以前啊,遇到的好的,不好的呢 我们都要认同它,接收它,迎接它 然后就是接收它,好不好? 你一律就是收到,收到啊 好了,各位 我念这一句话给大家听了 世界潜能大师博恩崔西曾经说过,潜意识的力量比意识大三万倍 这个就很重要了 这个是很重要的 潜意识的能量比意识还要大三万倍 哇,你看到了吗?这个是重点所在 OK?那么如果你认同了的话 你自己心里有数觉得说,哇,我认同啊 潜意识真的是比意识大三万倍 你就写收到 OK?任何你觉得说对你脑袋有帮助的 那么你都写收到 都写收到,OK?今晚上呢 我们就会把一切的东西传达给你 输送给你 那么你收到之后呢 我们会确保说呢 你的这个收到的过程所用啊 那么呢 大家看看 我们可以这样子讲 任何的潜能的开发 其实呢 你讲你要开发潜能,开发潜能 如果你把你的方向 你的注意力 放在开发意识层面呢 你可能一辈子都找不到答案 为什么呢?等下下一张会看到图 那如果今天你想要把你的潜能激发出来 你要开发你的潜能呢 你必须要从潜意识下手 为什么呢?我们看一下下一张 来,大家看看这一张啊 同样是爱因斯坦 很多人都对他不陌生 爱因斯坦 E equal to nc square 对不对?相对论 爱因斯坦他最出名的就是呢 他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物质 都是能量做成的 这个是他最出名的一个名言 那么我们今天一直接收他到今天 那么我们为什么现在可以在中间面呢? 因为这个电脑他接收到我的能量 然后通过频率 通过网络的传送 对不对?到你的家 然后再通过你的电脑或手机 通过能量的这个组合再形成出来 给你看到我的样子 给你听到我的声音 所以各位 你一定要接收 要收到 收到什么呢? 就是所有一切在这个自然界里面 包括风 风也是一样的能量 你包这个烧水也是有能量 你就是去跑步的时候呢 也是一种能量 你踩在那个草地呢 也是一种能量 你洗衣服用力也是一种能量 好不好?都是能量 一切都是能量 好,那么他讲什么呢? 人呢? 在不同的体格和不同的精神状态下 他的振动频率不一样 像我就好 各位你知道吗? 为了今晚上的这个课程呢 我其实这些资料我早就准备好了 不过呢 心情啊 就是要准备跟大家见面 想要把我最知道的东西 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心情呢 我从昨天就开始准备了 我从昨天开始啊 就一直做很多的东西啊 让我的身体的能量 一直处在高的那个水平 因此我能够很好地跟大家 此时此刻你看到的我 我整个心情是很淡定的 我很有勇气的能量 我而且也具备了主动的能量 我整个体格 整个精神状态啊 是处在很喜悦的状态 因为呢我必须要抱着喜悦的心情 才能够有很多的灵感 源源不断的把我知道的跟大家传达 因此呢 当下的你啊 也要就是去调整你的心情 你要抱着一种很感恩 很喜悦的心情啊 来告诉自己 哇好幸运哦 今晚上能够来啊 就是供大家一起供进一堂呢 一起来交流 一起来分享啊 一起来探索什么是潜意识的奥秘啊 什么是潜意识的奥秘啊 来 好了 这一张图就是今天晚上的重点 那么明天我也会把这张图呢 发到群主去 重点是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5%跟95% 这个是重点 刚才我们讲的 重点是什么呢 你要注意看 5%跟95%这两个字 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啊 你知道吗 你所有的一切 包括现在你在听我讲 或者是说你一心二用 或者说你现在在想的东西 各种各样 你在吃着饭 你在讲的电话都好 所以有一切的活动呢 都是属于5%的 显意识 就是所谓的意识层面 只占了5% 你每天哦 很喜欢一个人 你很讨厌一个人 你吃的很饱 你肚子很饿 你很开心 你感觉你不开心 通通都是你那5% 你知道吗 通通都是来自于你5%的显意识 那么你目前呢 你目前啊 不是未来啊 因为未来你将会突破嘛 你目前当下跟之前呢 为什么啊 有时候在生活上感觉自己不够的幸福 感觉自己不够成功 感觉自己好像面对很多不顺利 很多阻碍呢 种种的原因啊 都是来自于呢 因为你只用了5%的能量 讲到这一边可以收到吗 可不可以 你所有的一切 你这一段你活了几十年啊 直到今天为止 可能有一小部分的人知道 可是绝大部分人啊 都不知道说原来你活了这几十年了 你整个身体的100%的能量呢 你只用了5% 而且这5%未必也用完 搞不好只有3%到4% 那么如果你收到的话 将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为什么 因为你认同了 你接受了 你接受了 接受了 你就是同意了 你迎接了 迎接什么呢 哦原来我身体啊 在这之前啊 我所用的能量都是有限的 就是来自于5% 那么下来呢 我就要开始啊 去探索 95%的潜意识 那么各位我想问大家 如果有的选择的话 今天的你30岁 40岁50岁 也可能是20岁 也可能是70岁 请问哦 从今天开始的医生啊 就是下来的下半生啊 ok下半生 你觉得说你应该把精力放在去探索 显意识 还是说想把精力放在去开发 显意识的潜能呢 那我相信大家都收到了 你的医生哦 你应该把精力放在去开发 显意识的潜能 好不好 那如果你认同的话 你就要打收到 ok 你要告诉内心 哇你今天很喜悦 你收到了 原来哦 潜意识哦 他占了95%哦 那么下来呢 我就用很简单的方式啊 来跟大家做一个比喻 你就会明白了 Berry我不明白了 为什么潜意识啊 他就是5% 为什么潜意识95呢 我不明白了 好 我现在哦 就用一个简单的方式呢 跟你做个比喻好不好 现在如果我讲你美丽了 我讲你帅啦 你是不是很开心 我看到谁在线上啊 我看到的 我看到这个Thomas啊 这个是叫Thomas 对吗 我看到Thomas 然后我看到 小德 我看到明月义 ok 好 男的我就跟小德讲 跟Thomas讲 哇你很帅 你的哈 我跟明月 哇明月王啊 王明月啦 我跟他讲 哇你很漂亮 你的心情怎么样 开心吗 开不开心 我讲你很漂亮哦 你觉得开心吗 我看到王明月在笑咯 笑到牙齿白白的看得到咯 所以他很开心啊 对不对 你知道吗 你开心的这一个 这个这个样子 它就是意识的层面 意识的层面 所以呢 意思的意思就是 它叫做结果 或者是反应 就是意识层面 可是呢 当我讲你美的时候啊 在你还没有很笑的时候 还没有很开心的时候啊 是谁下命令 叫你笑的呢 是谁下命令 叫你开心的呢 谁呢 其实是潜意识 来 来我再来要讲一次啊 当我在讲说你很帅 你很美的时候 你的反应呢 是美丽对吗 是开心对不对 那个是你5% 意识层面的反应 可是谁给你命令 叫你开心呢 是那个潜意识叫你开心 讲到这边有收到吗 有没有收到 什么是意识 意识你自己做笔记做记录 意识就是反应 或者是结果 它就是意识的层面 5% 反应或者是结果 那个就是意识 那么潜意识是什么呢 潜意识就是 我直接讲一个简单的形容识 叫做指挥中心 啊 讲到这边呢 有没有很容易接收到了 清楚吗 简单呢 意识层面就是反应 它就是结果 好 意识层面就是反应 它就是结果 潜意识是什么呢 潜意识就是指挥中心 好不好 那么今晚上 从一开始到现在 我单单只是让你知道说 意识层面就是结果 就是反应 潜意识就是指挥中心 请问三万块哦 你给个性感情愿吗 值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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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讲到很开心呢 因为现在有三百多个人 基本上今天晚上我已经收了 整九十多万 你讲我开不开心 我非常的开心 然后我的意识层面 告诉我 有三百多个人 每个人给三万块 然后我的潜意识指挥中心跟我讲 很爽 这样我就开心了 对不对 有没有收到这个机制 你看啊 我今天讲课 一个人付我三万块 因为如果已经开始二十五分钟了 如果你不满意这三万块的话 如果你要给的话 你可以离开的话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留下来的话 其实你给的很开心了 所以你已经收到我了 这样我也收到你 服使挥中心 还跟我向令 哇 你现在有三万块 我有三百多个 你就等于说 你会收到九十多万 哦 他就下面印给我的意识 很开心 你看我的样子 还不开心 你看到我样子一下 有没有很开心 还是我愁眉苦脸 就是开心哦 OK吗 讲到这一边 有没有开始认识了 哦 原来 潜意识它就是指挥中心 这个是今天的第一步 如果一旦你搞懂之后 一旦你搞懂之后呢 你自然 你下来 你就会来学会 怎么样成为 你的指挥中心的主人 好不好 各位 我们今天晚上 来大家一起分享这个课 来探索潜意识的奥秘呢 我现在揭开谜底 其实我们大家就是一个目的 我们要来学 怎么样成为我们的潜意识 就是这个指挥中心的主人 OK吗 有没有很steady 值得吗 指挥跳架吗 我们的目的什么 整个晚上的课程 就是为了学习 怎么样成为我们的指挥中心的主人 好了 指挥中心 一般上 它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呢 那我告诉你 指挥中心 它里面的一般上 是你看不到摸不到的东西的 可是呢 我们需要哪些东西来形容的话呢 你可以用字眼来形容它 你的指挥中心里面有些什么 或者说什么零件 或者是什么department 你的指挥中心有些什么department 什么组别 什么就是组合的 你看一下你的指挥中心 它里面有什么呢 有负责行为模式的 那么有负责给你想法的 有负责啊 下命令给你什么态度的 有负责啊 下命令啊 给你什么情绪的 有负责呢 给你啊 感受啊 你有没有价值的 它负责啊 给你啊 就是感受啊 你对某个东西是不是有偏见的 它是给你一个就是指挥中心啊 来告诉你啊 它让你一种认知 你觉得自己的身份是怎么样的 然后它给你感觉你需要什么东西的 这些通通啊 它都是在写一次收到吗 感觉很深 不用担心 这个才刚刚第三个slide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用担心 三万块一定不只是三个slide的 一定不只是三个slide 所以放心啊 那么我们看下面哦 它的形容词 它下面讲一句话哦 根据科学研究表明 整个意识世界 它就好像是一座浮在水面的冰山 意识层面是在上面的部分 潜意识在水下面的部分 那往往呢 潜意识啊 在下面的部分啊 它是上面的部分的九倍啊 那么甚至是 意识的三万倍啊 看到了吧各位 这个就是重点 所以呢 今天晚上你要认同 要接收 要同意 要迎接什么 迎接呢 潜意识是你下来哦 要花一生的精力 去探索的一个秘密的地方 因为它残了太多的保障 它其实就是你整个身体的指挥中心 请问大家 你身体的总司令住在什么地方 你身体的总司令是住在意识 5%的意识 还是住在95%的潜意识 请问大家 你的总司令住在什么地方 你的总司令是住在5%的意识层面 还是住在95%的潜意识层面呢 知道了吗 收到了吗 所以你懂了吗 你的内心其实有一个总司令的 你内心有一个主人的 那么千万哦 不要把你这个主人或者这个潜意识啊 或者是这个总司令啊 放在错的地方 就是5% 你就让这几类了 那么如果你感觉事事不顺利 没有贵人 没有富有 没有就是很多钱 没有很多就是人员 没有很多创造力 没有很多智慧 因为你把你的总司令放在错的地方 好不好 来 我们看下一张 啊 这一张也是非常的有代表性 看看他的标题叫什么 娩慕冰山理论 啊 这个标题是什么呢 标题叫做 愤怒冰山理论 愤怒冰山理论 来 假设 你的指挥中心里面啊 你的指挥中心里面啊 你的指挥中心里面的每一个部门啊 都是啊 负能量的东西 比如讲 害怕 茫然 厌恶 紧张 羞耻 被欺骗 沮丧 多疑 被攻击 焦虑 内疚 创伤 苦恼 不确定 孤独 甘心 受伤 OK 这些都是你的指挥中心的部门 他们每天下打命令的这个方向来的 好 现在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某某人 打个比方 我看一下谁有在 我看一下 打个比方 苏密 OK 我讲苏密 那么呢 他 我就 他 准备有一个人 叫Frenkie的 OK 叫Frenkie的 那么呢 Frenkie就遇到苏密 那么Frenkie就跟苏密讲 苏密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合作生意 我很厉害的 我就是缺持你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出钱 我做 好不好 那么呢 苏密 这个时候就有反应 他就会有什么反应 那么如果假设 他的指挥中心 从小到大 从宝宝开国的时候 到大 他的指挥中心 住着的 被灌输的 都是这些孤独 担心 受伤 你懂吗 当Frenkie跟他讲说 要不要合作做生意呢 苏密马上 他会有防备性 他会担心 他会害待 那么呢 指挥中心 就会下命令给苏密 苏密 这个人可能 他做生意是不成功的 这个人 你投资的话 可能你会输钱的 所以苏密 他就是拒绝 这整个过程 那么他会抱着 我封闭是 抱着就是 没有信心 抱着担心担忧 恐惧的心情 来解决 各位 有接收到了吗 有收到吗 你所有的一切 的反应 他为什么会有 那个反应呢 是谁下命令的 潜意识下命令 那么如果假设 假设 你的潜意识 都是 这个指挥中心 他或是什么 他都是 有信心 有经验 我经历过 我成功过 我拥有很多钱 我拥有很多人脉 这个时候 Fengi跟他讲 要不要一起合作呢 他的反应怎么样 嗯 可以考虑 你给我计划书 你给我做一个presentation 你告诉我这个生意 他的前景在什么 同样的跟两个人 一个是Sumi 另外一个可能是 Apony老师 OK 两个人 他同时跟两个人 Propos 建议 做生意 合作做生意 Sumi呢 是季节 统计的季节 担忧的季节 Tony是开放式的 好 迎接 好 我们来商讨 好 进一步 下一步怎么做 他的展望在什么地方 各位 为什么同样的一个动作 都要求 都要请来合作生意 A跟B 为什么反应不一样呢 来 大家写答案给我 你们各自写你们的答案 来 你们写答案出来给我 为什么A跟B的反应不一样 是哪里在作怪 是哪里在主导 请大家告诉我 A跟B的反应会不一样 是哪里 A跟B的反应会不一样 讲潜意识 来写出来 是哪里在主导 A跟B的反应会不一样 写潜意识 恭喜你们 你们好像这么快就tature到了 好像抓到重点了 那么我觉得不是我厉害 是你们很有指挥 短短才35分钟 就抓到整个60张的start了 就把3万块的精髓抓到了 我差不多可以收工下班了 因为重点就在这边了 你们太厉害了 所以你看 跟厉害的人在一起合作 是很效力 本来要两个小时的东西 35分钟就讲出重点 你就接收到了 这个就是各位你要接收到的 你在打造团队的时候 一定要把核心的队员找出来 一定要正能量的 如果今天你找的队友 都是负能量的 给你几百个 越多你就越惨 为什么 因为他会把你拖下水 可是如果你找到的像今天 我们这边有多少个人 有333 很好的数字 33333个人 我们大家一起共整能量 正能量的合作 哪怕不准 哪怕就是大悦不成 对不对 这个就是终点所在 好 这一张图明天 我也是会发到情绪去 来我们看下一张 我们来看看这个 好了 这样现在你就来问了 Perry 我收到了 我懂了 我的反应是来自于我的潜意识 我的反应是来自于我指挥中心 我收到了 我很放弃 我很喜悦 现在我们对一个问题 就是我要怎么样让我的指挥中心 专门只给正能量的命令 不要给那些讨厌 不开心的命令 可以吗 这一张图就是告诉你什么 当吧 刚才我跟你讲 what 对不对 我跟你讲 what 对吗 现在我跟你讲 how 很重要 各位你们都是领导了 你们在带领团队的时候 不要一直跟你讲 what what 你一定要讲 how 你要教人家 how 很重要 很重要 刚才我都是前面几张35分钟 我跟大家讲what 大家收到了 现在你要做什么 你要来学how how 怎么做 这张图就是跟你讲 怎么做 其实可以很多张 我们看它总结起来 精髓的话 就是一张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指挥中心 你的情意识 就在你的习惯里 就在你的想法里 就在你的信念里 就在你的情绪里 那如果今天 你的习惯都是高能量的 你的指挥中心下达的命令 都是高能量的 你的想法呢 都是高能量的 你的指挥中心 下达的命令 都是高能量的 如果你的信念 是低能量的 你的指挥中心 下达的命令 也是低能量的 如果你的情绪 常常是在低能量的 它下达的 也是低能量的 这样明白了吗 有没有收到大家 有没有收到 有没有收到 难不满意 到这边为止 有没有感觉 原来你不知道的 现在你知道了 你觉得它是很浩瀚 很不可思议的 竟然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 叫做简单 有没有 有没有感觉很简单 原来 意思就是反应 就是结果 潜意识就是指挥中心 不得下命令 那么这个潜意识指挥中心 是谁 而来养它的 是谁来建造它的 就是你这个主人 你通过什么来去建造 你是通过汽车吗 你是通过飞机吗 不是 你是通过习惯 通过想法 通过信念 通过情绪 来去建造你的指挥中心 说到这一边 你觉得内心 有没有一种很开心 好像找到 宝上的感觉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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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 如果有的话呢 你就要感恩自己的内心 跟自己讲 谢谢 我终于找到了 感谢自己 我终于找到了 OK 你不是感谢我 因为我是这个宇宙的能量 共整来 当你开发的 我只是一个过客 我只是一个路人 假意 丙丁 真正的主人是谁 你自己 我只是负责 当你就是 这边敲一下 那边敲一下 真正 是否能够成事呢 关键靠谁 靠你自己 那如果你已经 感觉到了 我找到了 我原来答案 就在习惯里 在想法里 在信念里 在情绪里 我感恩我自己 我感恩 我找到答案了 等自己讲 内心 我感恩了 好 这一章也是一样 我也会在下来的 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陆续的 搭到群伏去 大家放心 来 我们看下一章 好了 我这边 给大家做一个比喻 我念出来 我给大家一个比喻 就是反应 就是意识层面 跟情意识层面 好不好 怎么做 来 我们刚学开车时 刚学会很紧张 你想回你 30年前 刚刚老师 17岁18岁 叫你开车的时候 你想回去 back to the future 你想你刚刚开始 第一次加stayling的感觉 我觉得男孩子 女孩子 我一样紧张 好 你刚开始学的时候 很紧张 那么别人跟你讲话 你都不打理 你不敢打理 你就是抓到stayling 抓到两个手 不是那个汗 好像流水这样 对不对 眼睛死死盯着前面 不敢转的 就那种很怕很怕 可是后来 当你开车一年两年三年之后 你就已经很熟了 熟到很熟了 驾轻就熟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我们就要用意识跟情意识来看了 为什么刚开始驾车的时候 你的意识层面 你的反应 你的结果是紧张的呢 因为在你的潜意识 就是指挥中心里面 他从来没有开过车的经验 他里面有着就是害怕 他里面有着恐惧 他里面有着 就是万一创造人家怎么办 都在你的潜意识 所以你的指挥中心 就下命令给你的意识 给你的反应 小心 你要害怕 你要担心 等下创造人怎么办 等下听牙进错怎么办 等下那个crash 犯不好车死我 怎么办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原来我们的所有的反应 都是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我们的指挥中心 指挥中心负责什么 负责下达命令 那么他的命令是怎么下达的呢 你的指挥中心有什么 他就下什么 你的指挥中心是害怕 是担忧 是担心 没有信心 没有那个就是胆量 感不够就是大胆 他反应的就是你 会就是手冒汗 会就是不敢转来转去 这样各位 讲到这一边 有没有让你更加的提高层次 来认识意识跟潜意识呢 有的话同样的 你感恩谁 感恩自己 感恩我自己 我又通过更高的层面 来认识意识跟潜意识 真的是蛮明妙 感恩自己 我们再来下一张 各位你懂吗 其实意识跟潜意识 我不是在跟你讲什么宗教 什么神学 它是科学来的 我最近在研究脑电波 为什么人家会失眠 为什么谈恋爱的时候 那感觉不一样 各位你懂吗 都是电波来的 如果你现在要 拨打人家一个 你让人家感觉到恋爱的感觉 你讲他跟你签 他不只签 他还跟你签 12个月 对不对 如果你给他什么感觉 你给他失恋的感觉 你觉得 不要讲研究 不要讲研究 连一个研究 他都必要 对不对 这个就是感觉 这个就是反应 反应来自哪里 可会中心 那么他怎么去传达这些反应呢 他通过什么 神经元 neuron 神经元 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神经线 你看到吗 这些 这些好像八角尼 八角尼这样子的 他就是神经元 整个东西加起来 叫神经线 神经系统 可是每一个 它是神经元 所以你看 20年前是追过你 你也知道 你去追 你追谁 你也知道 对不对 谁欠你钱 你还记得 为什么我们头脑这么厉害的 它怎么储存 我们头脑为什么这么厉害的 它怎么储存的 对不对 通通都是神经线的功能 那么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 怎么要去开发 我们潜意识的这个潜能 让我们的头脑 为我们所用 为什么我这样子讲呢 因为我们的大脑 你一直都在用着左边 用着左边 你懂吗 只要你用的是百分之五 就是左边 left sid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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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么厉害 用得好 也都是百分之五 我们今天要学的是 学哪一边 右边 right side 右边 right side 有没有收到 各位 连脑电波 连头脑 我们都来去学 所以它不是宗教来的 它也不是什么 玄学 它是科学 科学呢 那我们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一个就是biology biology就是生物学 每次我们讲的细胞 细胞血液 就是biology 我们可以讲chemistry 就是化学 水分子 H2O H2O 养元 养分子 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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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可以讲physics physics就是物理学 各位 我们在潜意识的层面 其实很多时候呢 是动到物理学 就是physics 就是physics 为什么直升机会飞呢 因为它的螺旋 这样转的时候 它的螺旋 这样的动力产生 那个压力 让周遭的气流变小 压力变小 那么 那个直升机的下面压力变大 就把它给推上去 这个就是physics 因此各位 我们今天来探索潜意识呢 它也是一种物理学 也是一种physics 好 下一张 好了 来 各位你知道吗 我也读过很多科学家的 这种 传记啊 就是他们怎么样 就是从小包大的经历 自传 我有得到一个发现 共同点 有很多的科学家 他们都不是因为他们 不书很厉害 明天就想到灯号出来 没有的 不是的 他们都是想想想 想通 然后呢 一直失败 突然间 早上睡觉起来 吃了一个面包 灵感一来 灯号出来 突然间冲凉水 冲一下 衣服设计出来 突然间 就是跟朋友讲讲话一下 手机设计出来 都是通过灵感来的 各位 那灵感的指挥中心是谁呢 各位 你们每次讲说 我要找灵感 我要找灵感 请问灵感的指挥中心在哪里 就在我们的潜意识 功利吗各位 灵感是最功利的 你有没有发现 当你灵感来的时候 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这样厉害 有没有你的感觉 有试过吗 不 我都不相信这个是我来的 你知道你的感觉吗 灵感 那个就是灵感 所以如果你要一直有灵感 享受这种感觉 那我告诉你 你一定要学会去 做这个潜意识 就是指挥中心的主人 找到来 收到 好 来下一张 看看这句话 很重要 我也会发到群主去 在你之内没有的 你不会拥有 什么意思 就是在你潜意识里面 没有的 你不会拥有 什么意思 很多人 是在看他银行有多少钱 看他的皮包有多少钱 看他的床底有多少钱 对吗 他从来没有看 他的潜意识有多少钱 认不认同大家 认同到他谁收到 大家认同我讲这句话吗 很多的人 他只是去在意 银行有多少钱 FD有多少钱 有多少黄金 手势 皮包有多少钱 他从来没有去探索什么 他从来没有探索 他的潜意识 有没有钱 如果你收到 你就打收到 这个是重点 像现在大家跟我做一个动作 大家现在跟我做一个动作 那什么动作呢 我们要现在来做 叫做什么 installation 或者叫做 configuration configuration 可以叫什么呢 设定 设定 我们现在啊 要把内心的潜意识哦 你怎么打呢 我内心的潜意识 拥有金钱 健康 幸福 快乐 我的潜意识 通通收到 你在内心 跟自己讲这句话 现在做这个configuration 马上做 然后打出来 我给你啊 高频的能量 听啊 传给你了 有听到声音吗 有听到声音吗 OK 可能很小声 可是这一个啊 是在你在做输入的时候 做configuration的时候呢 他会一起帮你啊 就是输入进去的 来 赶快跟自己沟通 我的内心的潜意识 拥有金钱 拥有健康 拥有幸福 拥有快乐 你也可以打在checkbox 也可以打在checkbox 然后呢 一定要跟内心讲啊 我收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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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跟内心讲 你拥有的 你收下了 你拥有的 你收下了 从现在开始 我做declination 我宣布 我公布 我告诉全世界 在座的每一位 从今天8月6号 8点50分开始 你的指挥中心 从此拥有 丰富 源源不断的金钱 健康 幸福跟快乐 OK 那个打官司 都敲两下了 对吗 当confirm的时候 是不是敲两下 那个就是那种 time 是不是敲两下 我是敲两下 敲两下 恐慌 你们就收到了 听了 有听到吗 有了 恐慌吗 你没有到后悔了 你已经确定了 你的内心 拥有了金钱 健康 幸福 快乐 你收下了 OK 你确定收下了 哇 恭喜啊 开心吗 开不开心 哇 你马上拥有了 你从来 在内心没有的 你今天拥有了 开心 我也很开心 因为大家都拥有了 我们都是志同道合的伙伴 我们一起拥有 金钱 健康 幸福快乐 我比大家更加的喜悦 太快乐了 加油 我们要抱着喜悦感恩的信心 来 我们继续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拥有那四个东西 要拥有好的东西呢 你们大家相不相信 在刚才8.50分之前 很多人的指挥中心 很多人的潜意识 他拥有的 都是不健康 不成功 没有闲 没有贵人 小物质 小汽车 没朋友 不快乐 小心点 没信心 你们赞不赞成 赞不赞成 在8.50分之前 很多人的内心的 潜意识的指挥中心 拥有的 都是红色的那一边 赞不赞成 赞不赞成 收到 如果你赞成 你就写收到 OK 不用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8.50分过后 你的拥有 变成左边这一个黄色了 你要为自己感到感恩 要为自己感恩 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 你值得拥有 正能量 看到吗 下面那个风仔 你不要看上面的 上面那个臭眉骨脸 你看到他 都吃不下半年 你看下面那个 多么的 handsome 多么的帅 你看起立体 还能指出你 看到吗 你看下这个 pattern 你值得拥有 有没有感觉 怎么讲 自己真的是很值得拥有 你要把这个工作 就跟你的贵人 去比较 你值得拥有 你要想象 你值得拥有什么 健康 你值得拥有 智慧 你值得拥有 成功 你值得拥有 金钱 你值得拥有 贵人 你值得拥有 屋子 汽车 朋友 快乐 荒荣 你拥有 所有美好的一切 因为你生来 这个世界 在这个宇宙的其中一份子呢 你就是要来享受 我拥有所有的美好的 你本来就应该拥有的 所以各位 你们不要客气啊 不要排写啊 我不要拥有像波拉 我一点就好 我很谦虚的 我不要这样波 sorry 刚才已经敲两下了 你没有的谦虚 你需要拥有所有美好的一切 不用了 就是排写 OK 打开心怀 敞开心胸 迎接接受 所有的美好的一切 steadly吗 有收到吗 满意吗 我们再来看下一张 如果 讲到这一边 我觉得说 我是在坐地起价的 如果你没有 我继续讲下去 我再交个两万 你跟给吗 我是在坐地起价的 要不然我就讲到这一边 反正三万块已经够值钱了 我已经可以交代了 我才讲到第几张 第十张而已 还有五十张 如果我要加多两万块 你愿意的话 你就写收到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给你内心知道 你非常的过气 你非常的舍得 你非常的豪迈 所以给到两万 sup water sup water 小钱不出大钱不来 所以我出两万 回来两百万两千万 赶快拿去了 对吗 我甚至给cash 翻译 刷卡我都不要刷 反正是感觉 你知道吗 拿去吧 我给cash的那一种 好了 大家都收到 我也收到了 谢谢大家 又给到我两万了 今天晚上 才讲到这里而已 5万块 这边三百多个人 我已经150多万了 我也很开心 你们给的也很开心 好 来 各位 你们一定要从今天开始 养成一种习惯 刚才我讲完了 潜意识在哪里 在习惯你 你要养成一种习惯 什么习惯 从今天开始 你不要去想要 任何的东西 不要去想要 不要去想要 任何的东西 OK 不要去想要 我想要钱 我想要车 我想要健康 我想要贵人 我想要去旅行 我想要买飞机 我想要去游泳 所有的这一切 你从今天开始 要养成一种习惯 不要用想要 去得到它的 你要用什么 拥有 你要告诉自己什么 我拥有飞机 我拥有船 我拥有健康 我拥有美貌 我拥有身材 我拥有快乐 我拥有大房子 我拥有很多好朋友 我拥有很多的创意 我拥有喜悦 我拥有智慧 请问收到吗 有没有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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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天开始 在你的这个智库银行里面 把想要这两个字给delete delete掉 delete掉 不要再想要了 为什么呢 当你想要就代表你没有 没有就是匮乏 没有就是匮乏 你越没有你的指挥中心 当你想要的时候 你的指挥中心知道你没有 它就越让你没有 它会让你称心如意 让你如愿以偿 那么如果你的指挥中心知道说你拥有的 它就会跟踪那个命令 让你拥有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收到完 收到完 感恩谁 感恩自己 感恩自己收到了 从此刻开始到未来呢 长长久久 你时刻都拥有所有的一切 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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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你感到开心 因为你拥有了 拥有很多的 拥有的能力 恭喜大家 恭喜大家 来 下一张 你拥有什么 你是你世界的创造源头 你要去创造你想要拥有的 这个想要呢 它是在心想事成的那个部分 OK 你所有的想 你所有的心想事成呢 要建立在拥有的层面 你不可以 想要 可是不是建立在拥有的层面 你就没有 你必须要把你想要的改成 把它建立在了 通过拥有去得到 拥有去得到 那么你 你整个拥有呢 可不可以创造出来 可以 你创造什么 你创造 拥有飞机的念头 你创造 拥有快乐的念头 你创造 拥有 助人的这种 信念 你创造 拥有健康的这种 这种特质 体质 你创造 拥有很多智慧的这种信念 各位 收到吗 你拥有什么 富裕 你拥有健康 你拥有开心 你拥有 丰盛 这一切呢 都赶在你自己的潜意识 你认识了 你潜意识能量 来下一张 各位你知道吗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如果你种的是嫉妒 你种的是小心眼 你种的是自私 你种的是讨厌 你种的是可恶 你种的是不喜欢 把这些东西 种在你的指挥中心 成一识 你种的都是不好的 你种的都是低能量的 你种的都是负能量的 各位 你得到的光 肯定的 也是负能量的情绪反应 好不好 那么你要怎么做呢 你把这句话寄进去 把它输入到你的潜意识里面去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意思就是说 种好得好 种坏得坏 简单吗 大家 种好得好 种坏得坏 简单吗 各位 种好得好 种坏得坏 收到吗 大家 收不收得到 简单 你种好的 你的潜意识中心的这个指挥中心呢 它就会发指令给你的意识层面反应好的 那么如果你种坏的呢 它的潜意识中心的指挥中心呢 就会发号坏的指令 这个就是潜意识的能量 你要做什么 种好的 种什么 拥有 开心 喜悦 创造力 智慧 丰盛 源源不绝 这些都是好的 好不好 记住啊 接收啊 感恩 自己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种好得好 种坏得坏 来我们看下一张 看到这边了吗 很多人就问 我每天都想 我每天都想我要发达 我每天都想我很健康 我每天都想 我要买大车 我每天都想我要去旅行 我有想啊 可是总是去不成啊 我想我很有钱啊 可是我银行就是没有钱啊 很多人埋怨对吗 是不是很多人埋怨 我们看下一张 你看一下 很多人讲 我都跟自己讲啊 我要健康 我要健康 我每天早上都喊啊 我要健康啊 会吗 各位 你要健康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你要健康是匮乏的 OK 所以呢 你越要健康 你就越不健康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请问哦 你要健康 你的指挥中心 到底配合你吗 如果今天 你的潜意识 你的指挥中心 都是焦虑 有问题吗 是我乱讲话吗 不是 是那个人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哦 他心口不一 来大家帮我把这句话写出来 心口不一 来大家帮我把这句话写出来 很重要 记录下你们的固执理念 为什么那个人嘴巴想要健康 OK 嘴巴想健康 内心哦 其实哦 没有想要健康 OK 没有用有健康 所以 内心没有用有健康 这个就是心口不一 自然的 你不会健康 因此各位 你骗得到自己 你骗不到内心的 你知道吗 你能够骗你的 第四层面5% 你骗不到95%的 不要骗他 潜意识哦 你不用骗他的 他所反应的 就是赤裸裸的你 如果今天你在讲 我要健康 可是我没有健康 你如果找我的话 我跟你算命了 我不用 我不用摸你啊 我这样随便算一下 都会知道 你是什么问题 你这个问题就是 心口不一 各位 今天晚上花5万块 才教你怎样放人家 算命百花百种的 请问5万块 大家 请问大家 花5万块 值不值得 你不用 做任何的动作 只要问他几句话 就能够知道 他的那个命了 为什么呢 跟他的运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能够通过 他讲的 跟他所得到的结果 来判冠 他是否是 心口不一 这一招好用吗 大家要把这一招 用了什么地方 成交 未来我也会开课 在销售的部分 教你们 跟你们分享 怎么拥有 成交的魅力 怎么样提升 成交的魅力 因此 心口不一 这一个专长 你一定要学下来 懂得用眼睛 耳朵 鼻子 嘴巴 五官 去感受你的对象 通过他反映出来的 他讲出来的 你感受 他是否 心口不一 能够帮助你 提升你成交的魅力 好 来看下一张 看到这张吗 很多人讲 我每天都跟我自己讲 我要很有钱 要有钱的脑袋 要有钱的脑袋 可是我还是穷光蛋 我还是穷光蛋 各位找到答案了吗 答案在哪里 四个字 答案在哪里 四个字 各位 有很多人讲 我每天都很多书 我每天都很多书 我每天看很多 例子的那个 那个video 很多那种心灵鸡汤 我也去上 激烈讲师的课 听个说 哇 我很多idea 我想要我是很不有 回到家睡觉一下 年起来 太阳在屁股 什么 又忘记 又有名字的那种 为什么呢 因为 心口不一 心口不一 大家觉得 有没有发现 你活到今天 原来心口不一 是这么好用的 你从来没有想过 你今天竟然能够拥有 心口不一的这种判断力 用在各个人的身上 你今天已经学到了一个 很厉害的本事 因为通过去观察 一个人的心口 是否是相一的 还是就是心口不一的呢 能够帮助你 在销售方面 达到很大的成绩 感恩谁 感恩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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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呢 你愿意要敞开自己的胸怀 敞开自己的密吸 来接受今天的 同频共整 高能量 来看下一张 大家看一下 什么叫做心口合一呢 心口合一的意思就是 你的意识层面 你跟全部人讲到健康 要富有 那么呢 你的指挥中心 也是 心跟你的口 都是合一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指挥中心 都是 乐观 坚强 希望 开心 喜悦 荣耀 轻松 天虚 和爱 健康 团队 和 细胞营养 细胞 清调补 健康的饮食习惯 我想请问在座的每一位 智者 智慧的大家 如果你内心的指挥中心 住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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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的指挥中心里面 住着的这些部门呢 都是乐观 坚强 荣耀 团队 请问你的健康 跟富有 会达到吗 会达到吗 会的话呢 帮我打100% 这个字出来 100%会 帮我打100%会 如果你接收到了 你拥有了 你认为说 如果心跟口 可以合一 都是正能量的话 你将会100%的 达到 你打100%会 你打100%会 然后跟内心讲 我接受啊 我内心接受 我100%会 心口合一 心口合一 这个时候呢 就是所谓的 心想事成 它跟你想要 是不一样的 想要是匮乏的 心想事成 不一样 有发现吗 心想 看到重点了吗 心想 很重要 你要心想 所以呢 就是这个什么 心口 一定要合一 心口不一 你无法达到 心想事成 连接到了吗 所有的一切 都是什么 连接 你正能量 连接正能量 千万不要正能量 去连接负能量 你就变负能量 那么负能量 连接负能量 就更加的负能量 明白了吗 你唯一 只有我 你唯一啊 你拥有的 只有一条路 要走下来 就是正能量 连接正能量 好的关系 连接好的关系 OK 接收它 接收它 收下它 收下它 收到 收到 感恩 感恩 好 下一张 看到了吗 OK 我们其实要的是什么 很多的人很聪明 IQ很好 IQ好是左边还是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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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大家你知道吗 一个人IQ很够力很够力很够力 是左边还是右边 我告诉你 如果是配上 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IQ的话 单纯的话 其实只是左边 OK 只是左边 那么呢 其实 真正的话 你要全单位的话 对 真正来讲 你是要加在一起的话 贡献你更大的 这个就是 智慧啦 智力啦 是来自于右边 简单的讲 左边是理性的 右边是感性的 左边是理性的 右边是感性的 那么各位 你不要误会我啊 哭哭啼啼也是感性的 每天一点点就哭 也是感性的 像Perry不是教我每天哭 Sorry 我所有的一切都是要 配合什么 正能量 我指的感性 前面要加两个字 三个字 正能量的感性 不能够是把低能量的感性 它必须是正能量的感性 因此我们要开发 用脑 把我们正能量的感性 给发挥出来 发挥出来 好不好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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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收 接收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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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悦啊 再来 这句话 大家 认不认同 这句话 我喝一口水 认不认同 这句话 很多人活得很痛苦 为什么呢 因为啊 他每次要跟人家比 谁谁谁比较厉害 尤其做父母的 哇 谁谁谁的孩子 考第一名 你不可以输他 谁痛苦 孩子痛苦 从今天开始 要改变 内心的指挥中心 要改变 从今天开始 你可以比 可是你不是跟人家比 跟谁比 跟自己比 你要确保 明天的你 比今天更加的进步 就好像今天 你们大家 现在有没有一种 喜悦的感觉 今天晚上 经过一个小时的接受之后 有没有感觉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加的不好 有没有感觉到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加的进步 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 帮我打1316 帮我打1316 如果你感觉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加的进步 帮我打1316 然后要感谢自己 感恩自己 然后要感恩自己 要喜悦 去接受它 丰盛的喜悦 去接受它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你 你就感受到了 比昨天进步 恭喜你 你要养成这种习惯 这个就是为什么 各位 我告诉大家 我呢 其实 很久了 这十多年来 我都没有去跟任何人比 我28岁之前 每次都跟人家比 所以我过得很痛苦 可是呢 30岁开始 我学会跟自己比 变成了我这十多年来 每天都跟自己比 当我跟自己比的时候呢 我就会告诉自己 我今天一定要比昨天进步 我明天一定要比今天进步 你试想想 我这种习惯 维持了十多年 这个就是为什么 今天 我在这个电脑面前 跟大家分享这个课题 我能够成为 那个路人家 以兵兵 成为你生命中的过客呢 来给你一些 就是引导和引领 这个就是因为 我这十多年来 每天都不跟人家比 我只跟谁比 跟自己比 大家收到吗 收到吗 收到的话 感恩自己 感恩自己 喜悦的收下 喜悦的收下 下一张 下来 各位 告诉大家 下来 我准备 收费 又再加了一个三万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堂课 我也是给了不少 学来学的 所以你们给了五万 对不对 那么下来 我再收到一个三万 为什么呢 因为下来这堂课 它是呢 帮助你来 走出你过往的印记 的一个课程 OK 那么呢 各位 已经 你已经在天空中了 你还没有下飞机 不管你是怎么的一个心情 你现在都要抱着一种 饱满 丰盛 原言不绝的那种心情 把这个三万块给倒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下来 将会多付一个三万块 总是八万 来用简单的方式 来认识 什么叫做生命印记 很重要 什么叫生命的印记呢 我念这句话给大家听 你的潜意识 是一间 你专属的大案板 专门呢 就是帮你洗film的 你们有看过那种洗film的房间吗 暗暗的 有那种红光纸的 暗暗的 不可以白光的 然后洗以前那种film的 各位你知道吗 生命印记 就好像是你的USB 或者是你的那个Hardisk 它就是记录 你在妈妈的 就是 这个精子跟卵子 一结合之后 形成悲态的时候呢 你所有的一切 互动跟你妈妈 跟外界跟地球呢 这些经历 所有的一切 都是记录在哪里 生命印记 大家你帮我把这四个字打出来 生命印记打出来 为什么打出来 你要收下这个字眼 为什么呢 因为你多反我上 你多付出三万块了 所以呢 你要很珍贵的 去收下去认识 去拥有生命印记 从此 对它改观 对它有另外一层的认识 生命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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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生命印记呢 你看到下一张 看到下一张吗 简单的讲 它就是你的Rubring 它就是你的生命大蓝图 你从小到大 活到今天 跟未来 都是一种就是蓝图 它记录在哪里 记录在你的指挥中心 为什么有些人 它总是没有安全感的 各位在座 我相信你们有一些人 对很多东西没有安全感 对你的小孩没有安全感 对你的父母没有安全感 对银行没有安全感 对你的老板没有安全感 有没有这个感觉 有没有 有的话帮我打3679 来各位 我说说问一下 你们有没有一种 在内心里面 然后长久的 就是说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不安全感 对很多东西没有安全感 如果有的话 你打3679出来 你打3679出来 那各位 你打了之后呢 就代表说 你收到了这个讯息 你认真的去探讨 认真的认识了 原来 你的这个生命印记 你的指挥中心 时时刻刻住着 没有安全感的这个部门 你的内心的这个潜意识 这个指挥中心 你的生命大难度 时刻住着一个即时大旦 叫做没有安全感 当你的指挥中心 有着住着这样子的 一个反令令的时候 就是没有安全感 你在做很多事情 你的意识层面 就会反映 让你感觉没有安全感 收到吗 各位 有没有收到 有没有收到 有收到的话 感恩自己 感谢自己 喜悦的收到 那么很简单 你就要通过习惯 信念 还有很多方式 未来我会教大家的呢 一步一脚一 现在先简单先 通过 不用花钱了 通过改变习惯 改变信念 改变情绪 改变思想 OK 让你的潜意识里面 让你的这个指挥中心里面 不要再住着 没有安全感 这个词好了 这句话 把它给删除掉 删除掉 你要告诉自己 今天你做一个接收 我的内心 从此 没有 不安全感 跟自己这样子讲 OK 我的内心 从此 没有 不安全感 我的潜意识 我的指挥中心 从此没有 从此不再住着 不安全感 没有安全感 OK 就是说 不安全感也好 没有安全感也好 从此 它不再住在你的潜意识里面了 不再住在你的指挥中心了 OK 把它给赶走掉 把它给忘记掉 最好 收到 收到 感恩 喜悦 接收 OK 好 下一张 那么呢 各位 其实啊 在你的潜意识蓝图里面 是指挥中心啊 你知道影响你最多的是谁吗 影响你最多的 下来 我再讲 要比较慢 这个是重点 各位 你的潜意识 也就是你的指挥中心 它里面 注着的这些情绪 里面注着的这些字眼 里面注着的这些号令 命令 不开心啊 讨厌啊 惠乏啊 生气 没有安全感呢 各位你知道吗 其实啊 影响你最大的呢 是你的父母 各位 你的生命蓝图 也就是所谓的生命印记 也就是所谓的潜意识 也就是所谓 指挥中心 影响它的里面的内容 最大的呢 是来自于你的父母 父母 父母 你们现在啊 当我打四个字 我爱父母 打出来 你们再打这四个字 我爱父母 你们打出来 现在打的四个字 我爱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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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命心要接收 跟命心要感恩 跟命心喜悦的收下一切 我爱父母 为什么呢 因为啊 你这几十年活着下来 今天你认识了什么是意识 你认识了什么是潜意识 其实你认识的是一点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层面就是呢 你这几十年从北台北 一开始到今天 一直在左右着潜意识的呢 其实是你跟你父母的关系 你跟你父母的了解 你跟你父母的关系越好呢 你跟你父母的爱越深呢 你的潜意识哦 越容易变成正能量 你跟你的父母呢 越疏远 你跟你的父母的关系越不好呢 你的潜意识哦 越不容易发挥潜能 收到吗 大家 收到吗 OK 我敲两下啊 敲两下的意思就是 大家收到了 原来我们内心啊 的潜意识呢 跟我们最靠近的连接 就是我们的父母 大家 我此时此刻 认同 接受 喜悦的就是 去把它给迎接下来啊 OK confirm on 我敲两下 那么大家 可以在想到底 我在敲什么 对吗 我给大家看我在敲什么 OK 我敲这个送波 看到了吗 各位 我 等一下还有一个水晶波 我会敲 我等下给大家看 我敲的就是这个 然后送波 这个是 正能量的一个音波 那么要帮助大家 能够更好地去接收它 好不好 下一张来看 好了 各位 你们各自的 打你们真实的答案 写出来 你们和父母的关系如何 你们和父母的关系如何 密切还是疏远 来写出来 大家写出来 帮我把这个答案写出来 你们和父母的关系 是密切还是疏远 把答案写出来 把答案写出来 你们和父母的关系 是密切还是疏远 很重要 这个非常的重要 因为呢 如果你是密切的 你就是能够顺势 很顺利的去调整 去引导 去就是开发你的潜意识 能量到正能量去 如果你是疏远的 就会比较不容易 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要做很多功课 OK 要老实地跟自己回答 你的内心 你跟你父母的关系 是密切还是疏远 很重要 那如果是很密切 非常密切 密切 非常密切 恭喜大家 我为你感到 开心 我为你感到 就是欣慰 那如果有疏远的话呢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等一下呢 我会教大家一个方式 不管是密切或疏远 都可以用的 好 来下一张 OK好 来 各位 你们现在 闭上眼睛 你们现在闭上眼睛 所有的人 现在闭上眼睛 然后呢 等一下 跟着我讲的 你们去做想象 好不好 很短 10到20秒而已 很快的 所有的人 现在闭上眼睛 所有的家人们 我亲爱的家人们 你们现在 闭上眼睛 你们现在闭上眼睛 你们现在 闭上眼睛 然后考虑讲 没有关系 你用内心去感受 到底是疏远 还是密切 没有关系的 你就是顺着 你的内心就好 好 各位 大家都闭上眼睛了 大家放松心情 大家放松 放松 放松 你现在呢 想象 你现在呢 想象 你呢 坐着的地方 你站着的地方也好 你躺着的地方也好 你现在想象呢 宇宙哦 有一道光呢 正在哦 很就是 有能量的 一道百光呢 很有能量的哦 很顺畅的呢 往你身上哦 就是 飞过来 那么呢 这股光哦 它是很温暖的光 很温暖的光 它源源的不断的 从宇宙哦 飞奔 飞奔的 就是飞向你的方向 然后呢 笼罩在你全身 笼罩在你全身 你现在哦 感受到哦 你的这个身体的周围呢 很深哦 都是白光笼罩着 白光笼罩着 那个时候呢 你感觉很温暖 你感觉很温暖 为什么你感觉温暖呢 原来哦 你现在哦 感觉到一样哦 很温暖的感觉 什么感觉呢 原来这道白光哦 它笼罩着你全身 把你包到很安全的 这道白光呢 原来哦 它就是你的父母 你现在哦 隐隐约约的感觉到哦 你的父母 你的母亲 跟你的父亲呢 它就在你的背后 不管你是躺着 还是坐着 还是站着 你这个时候感觉 白光哦 给你 把你给就是保护起来 笼罩起来 你感受到 原来这道白光 人缘不断的从宇宙呢 射向你的全身 保护你的白光呢 就是你的母亲 跟你的父亲 现在呢 你感受到 你深刻的感受到 你的母亲 跟你的父亲 就在你的背后 然后哦 是你坚强的靠山 是你坚强的护盾 你感受到 无比的安全感 你感受到 你从此哦 有着原原不动的能量 因为你的父母亲 就在你的背后 一直哦 不管你走到哪里哦 他都会形影不离的 成为你最坚实的套单 你感恩你的父母 你的父母 是这个世上最承代的人 他会把所有的能量哦 带到你的身边 带到你的身体内 让你哦 跟宇宙 所有的能量连接 让所有的能量 连连不断的涌向你 让你迎接 丰盛的能量 你的父母太过爱你了 你感受到你父母哦 无微不足的这个爱 母亲 父亲 我感谢你们 感谢你们 感恩你们成为我的靠山 一辈子哦 都在我的背后 成为我的靠山 感恩父母 感谢我收到了 我迎接 我认同 我接受 父母 给我 源源不断的 这能量 慢慢的打开 你的眼睛 然后感受下 是不是已经接受下来了 父母给你的 源源不断的能量 更温暖 如果有的话 在逆星跟chapbox里面 把感恩我的父母 感恩我的父母 来 现在就做这个动作 喜悦的心情收下 然后呢 在chapbox打出来 感恩我的父母 感恩我的父母 在内心很喜悦的收下 父母在你背后 给你的这个动力能量 他将会在每24小时 源源不断的提供 这能量给你 你不再孤独 你的父母是你最坚实 最可靠 最就是爱你的那个力量 是来自于你的父母 感恩我的父母 不管你的父母 还健在 还是已经不健在 都没有关系 在你内心里面 你时刻知道 你的父母 是时刻都跟你在一起的 是在你的背后 在你的背后 OK 记得 在什么方向 在你的背后 你的内心 时刻要感受到 你的父母 在你的背后 在你的背后 感恩我的父母 感恩我的父母 请问大家 有收到吗 有收到这一个喜悦吗 请问大家 有收到吗 一定要抱着感恩的心情 收到 收到 喜悦 丰盛的心情 收到 从今天开始 你将会跟你的父母亲 有着最亲密 最密切的关系 你们之间的连接 是密不可分的 你们之间的连接 是牢不可破的 你拥有 无限的 父爱 母爱 你拥有着无限的 这一个就是温暖来自 父母的温暖 恭喜大家 你们接收到了 这个宇宙里面 最重要的能量 那么 有些的人呢 很快就能够接收到 因为本来 就跟父母的关系 很密切 有些的人呢 跟父母的关系呢 很疏远 可能是小时候的关系 可能是父母亲 做了一些事情 导致 连接不密切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如果你是这个状况呢 放心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慢慢的引导大家 一步一脚印 从疏远 慢慢变成 不疏远 然后变密切 变非常的密切 好不好 宇威呢 是一百年的期月 所以呢 不用担心 我们还有很长的 这个心路历程 要去走 慢慢的一起成长 只要告诉自己 明天比今天进步 今天比昨天进步 一定能够 也会跟所有的人一样 成为那一刻 跟父母亲 最密切的 那个 共同体 好不好 感恩大家的这个收到 谢谢 好 各位 从今天开始呢 把这两句话 从你的指挥中心 删除掉 OK 不要再为过去后悔 把过去给忘记掉 把过去给删除掉 不要再为过去 斤斤计较 把过去的斤斤计较 要比删除掉 也就是忘记掉 不要再为过去后悔了 不要再为过去斤斤计较 收到吗 请问大家 有没有收到 有没有到这喜悦的心情收到呢 有的话 恭喜大家 下一张 那么呢 下来的呢 因为今天呢 大家已经收获满满了 我会把下来的这个部分 到时候呢 我会跟大家上另外一堂 叫财富品力 才能够 一起帮助大家 继续的就是去提升起来 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的几张 这边 OK 各位 你呢 从此时此刻开始 要告诉内心的这个指挥中心 它就好像是一棵树 那么呢 你身为这个指挥中心的主人呢 你可以选择种两种树 要么你在你的指挥中心 种消极的树 那么自然的 它给的这个命令 一般都是 担小 折快 慈悲 失望 易怒 或者懒惰 那如果 你想要把潜意识的潜能 搭回到极致的话呢 你就要在你的内心的这个指挥中心里面呢 种下积极的树 这个时候 它就会常常给什么指令 给什么命令 信心啦 稳重啦 坚强啦 开朗啦 信任啦 淡定啦 诚实啦 荣耀啊 幽默啊 情分 好不好 那么如果大家收到的话 你做一个工作 你做什么工作 我在内心中下 我在内心中下人积极数 来 大家跟内心沟通 我在内心中下人积极数 种下积极数 各位认识大家 你们的潜意识 你们的总会中心 你们种下什么树 积极数了 告诉自己 从今年开始 要常常的施肥了 施什么肥 好肥 什么是好肥 好的习惯就是好肥 好的想法就是好肥 好的情绪就是好肥 好的信念就是好肥 要想坚强 承托责任 赶安详 开明 这些都是好肥 好不好 我现在在跟大家讲 这堂课也是一种施肥 我在跟大家吃什么肥 好肥 好肥 要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人 你一定要懂得帮你的队员吃肥 吃什么肥 好的肥 鼓励 鼓励 鼓励能够让白痴变天才 批评能够让天才变白痴 记得 记得 每天要做鼓励的动作 鼓励自己 鼓励团队的成员 鼓励就是伙伴 鼓励鼓励鼓励 鼓励就是最好的 吃肥 好了 下来呢 各位 心想好事 好事就会像你 心想坏事 坏事就会像你 OK 你要心口合一 种什么积极的树 那么每天吃肥 给他鼓励 你曾经想着什么 就变成什么 所以一定要心想事成 要想什么 想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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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再来 想什么 你要心想事成 心口合一 我是冠军 我是第一名 我是钻石董事 我带领很多的队员成为 匪区董事 我帮助很多人 在疫情之下 还能够就是有收入 我帮助很多人 能够就是 在疫情之下 还能够就是 财米油原 不用愁 我帮助很多的人 成功幸福快乐 OK 你要在这方面去做 心想事成 好不好 一个人曾经想什么 他就是什么 你想什么 你想你拥有健康 你就拥有健康 拥有财富 你就拥有财富 心想事成 那么最简单的策略是什么呢 不断的想象 不断的自我确认 不断的自我暗示 这一个部分呢 我在财富领域 在加想跟大家讲 然后呢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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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现在你们呢 要心想事成 你们拥有什么 在Champbox写出来 我拥有生意兴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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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想事成 我喜悦的接受 心想事成 我喜悦的接受 我心想事成 生意兴隆 我心想事成 生意兴隆 我心想事成 生意兴隆 我拥有生意兴隆 我拥有生意兴隆 恭喜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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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一边了 满意吗 有没有收到 有没有收获满满 有没有收获满满 那么呢 各位 很多的人哦 有些人可能会怀疑 Ali你讲的 是不是真的呢 我下来就分享几张照片给大家 我用了马币七万块 买了一套电脑系统 我用了马币七万块 买了一套检测系统 我买了一套检测系统 马币加电脑七万块 做什么呢 我只需要你在我面前一分钟的时间哦 我就可以知道你是否心口而一 我可以知道前面三个月哦 你是好运还是不好运 我可以知道未来三个月哦 你是好运还是不好运 我给大家看一下 可是呢 我不会给大家看这个电脑系统 我给你们看报告 今天我们要调 我要调你们胃口一下 我只给你们看报告 来看看一下 来来看这一张 看到了吗 看到什么东西 大家看到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检验报告 检测报告 左边是before 右边是after 啊你看到吗 我可以通过这个报告哦 我跟你做一个分析 什么分析呢 这一个人哦 这是左边 当他来刚刚做检测的时候呢 我通过这个报告哦 我可以知道哦 他三个月前哦 跟未来三个月的一定 OK 首先你们看左边呢 有没有看到这个头顶这边 有没有看到头顶 有没有看到头顶 这个头顶这边呢 叫做漏气 也叫做漏财 这个人呢 在最近的三个月哦 直到他的检测的当下了 这个人哦 头脑很多心事 那么也很多压力 然后再来 他身边哦 有很多的一些人哦 影响到他的思绪 那么呢 再来 你们看到中间这个青色的部分吗 看到吗 很大力的这个部分 看到吗 他的心哦 有那种喘不过气的感觉 胸口哦 好像有一个大石压着 整个人的情绪啊 是很复杂的那种 然后呢 我们通过一些方式哦 在一个小时里面呢 跟他交谈 跟他沟通 给他听一些音乐 做一些就是 一些聊意的动作啦 一个小时过后呢 他再去检验 就是右边 看到吗 右边 他本来哦 很多颜色的这个 外场采光哦 变成很稳定的 看到吗 重点是什么呢 你们看到 右边这个青色吗 右边这个青色哦 将会告诉他呢 他下来的音试哦 在未来的三个月呢 将会过得比较顺畅 会过得比较顺畅 然后重点是头脑 感觉哦 整个人放松了 这个就是气场 各位 你相信有气场了吗 现在 想不相信 我再给你看下一张 啊 看下这一个 看下左边 这个人左边哦 你看下 左边哦 有青色 在围绕着整个中间 可是他的外围气场呢 是哦 面对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他应该最近的销售哦 不是很好 他的销售不是很好 因为呢 他这个外围的颜色哦 影响到他的口才 影响到他的口才 啊 我们通过这个图片哦 我们可以知道他的身心灵状态哦 而且啊 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器官哦 什么地方出状况 我告诉你 这一个人呢 OK 呃 基本上呢 他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哦 呃 叫做 很容易无精打产 提不起劲 没有动力 如果你找这样子的人做 合作做生意哦 你将会很辛苦 为什么 他没有动力 他没有那个 那个燃烧的动力 你会问我怎么看呢 我这个是秘密咯 这样我才有价值吗 以后才来找我吗 对对 啊 我不跟你讲 可是我告诉你这张图 可以很确定的讲说 这个人怎么样 他就是那个车哦 走到六十七十 躲不上百亿的 脸轻轻的 然后有气无力的那种 他的身体哦 有一个器官出问题了 他那边的气不顺 怎么办 到时候有机会来找我 Pedicore哦 哈哈哈哈 要不然就是 你要再以为 要群劳的去 努力进步 有一天呢 我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然后你看 我们跟他做了过后哦 经过一个小时过后呢 最重要是什么 他的那个气啊 他那个动力哦 还无法解决 短期无法解决 你们记得啊 我们通过一些就是 身心的方式来做疗医 对不对 两个场面 一个叫伤口 一个叫内伤 请问哦 一个人哦 他车祸 去到医院了 先去emergency 还是去妆科 一定是去emergency是吗 先把外伤解决先 才能处理内伤 对不对 这张图的右边呢 我们先把他的外伤给解决 外伤 就是看到吗 本来左边蓝色的部分呢 没有了 他整个外面很均衡了 我们先解决他的外伤 内伤呢 还没有马上解决到 他要时间 这个就是哦 气场哦 他原来是做么美妖的 我们再看下一张 看到吗 这个气场哦 这个人做么很难吗 太过亢奋了 overactive 太过的亢奋 每天晚上熬夜 睡不着 这个顾虑我告诉你 OK 久了之后哦 你整个神经系统都受伤了 各位 有很多的人是亢奋的 OK 那么呢 通过气场啊 的这个疗愈呢 我们把它的外围 外围气场怎么样 给调整到 变成稳定下来 让他的情绪哦 让他的那个 能量哦 就是overflow的能量 变成balance下来 看到了吗 各位 想不想知道怎么去做呢 买个罐子 因为我准备哦 到时候有10万块的课程 才讲 对不对 不可以这么快 讲完全部东西嘛 对吗 来 下一张 看看这一张 啊 这张就是什么呢 这张就是啊 很多心事的人 他很多心事的 可是又没有 又有人听他讲哦 每天又对着墙地 跟家伯又不可以讲哦 跟老公又没有得讲哦 跟男朋友又没有得讲哦 哪天啊 心事啊 压在心里面的 OK 就变成胡思乱想咯 想有的 哪个咯 经过气场的这个就是疗愈呢 我们跟他调整到怎么样 他的心事哦 比较能够释放掉 跟他释放掉 你看到吗 右边的颜色变得不一样了 而且哦 那个光环哦 也变得比较大 本来还是囚在那个鸟纹里面的 看到了吗 再来 再张 哇 这个顾虑哦 气场波动 你看到吗 头顶的部分呢 严重的波动啊 这一种啊 做什么事情的不顺利 而且啊 会遇到很多倒霉的事情 哇 你看多么的顾虑 他可能哦 他天生哦 就是说 他的那个 特质不错 他很容易接受事情的 变成跟他做一个小时 你看右边 马上的这个青色 做么的亮 亮丽哦 马上了 变怎么 看到吗 他的内心的爱心啊 马上发挥出来 这个青色是爱心 马上的就是发挥出来 你知道吗 你看一下 哦 多么的够利 所以各位 你要跟自己讲啊 有方法的 而且不止一种 有好多种 随着时间呢 我会一个一个跟大家讲 我本来准备让这个东西啊 心灵的这一块的服务呢 在2024年9月推出的 可是因为啊 现在COVID的关系 时间呢 等不到啊 明年后 年后 年后 2024 因此呢 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那么真正服务 几次推出呢 呃 基本上可能这一两个月啊 你们就会看到 我们会推出一个 item OK 已经准备好的 一个item是用的 不是吃的 是用的 OK 将会有一个产品是用的 它呢 能够帮助啊 增加财富频率 OK 财富频率 我们有情绪频率 人员频率 呃 呃 这个就是气场频率 OK 那么这一些呢 应该明年才会出到 我正在做这 可是呢 财富频率的啊 已经做好了 已经做好了 这一两个月 时间成熟 我们会推出 推出之前 我会开一个财富频率 反正告诉大家 用了过后呢 就能够啊 在短时间啊 在自身的气场里面啊 帮助啊 财富的能量提升 那么如果又能够 新口如一 就立上加厉了 大家就 忍着 期待这个爆品的出来吧 OK 已经做好了 我卖个关子啊 卖个关子 已经做好了 已经做好了 好 大家看一下这个 OK 看一下这个 OK 也是一样 很混乱 很糟糕 好 好了 最后 祝福大家 心想四尘 谢谢大家 今天晚上的 这个课程呢 就到这边 演版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聆听 跟接受 谢谢 感恩满满 丰盛的感恩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这个就是同志向西了 大家一起进步 然后呢 我们一起发挥这个正能量 把它给 传播到更加多人去 好不好 谢谢大家 thank you very much 好 and me可以开掉大家的麦了 有谁要分享的吗 我们请五位好不好 有谁要分享的 ok 你可以分享来 有谁要分享的 自动打开麦 有没有 欢迎大家来分享 你的心得好不好 有吗 有没有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